Hello,大家好,我是Elin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频道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Hustler的几个精彩牌局 这一手牌JR在Hijack位置 A10同色公开加注到2000 全10不同色跟注 Bottomweightkitting用29不同色3bet到15000 A10跟注 全10 fold 两个人进入发号 我们来看一下翻牌圈66两张草花 JR现在是有一个听Nuts话 他选择过牌 Kitting是翻前激进者 他持续下注2万 三分之二底持的样子 JR秒空 转牌黑桃K 童话没有发出来 但是JR现在多了一个卡钩沉顺的概念 JR过牌 Kitting继续下注 打了4万 半个底持多一点 JR跟注 合牌方块7 这样花顺都没有到 选择继续过牌 看对手行动 目前底持15万4 Kitting打了3万2 5分之1底持左右 连开第三枪 这个尺度比较小 打得非常像架子下注 你没想到JR是选择了一个过牌 加注到10万 手里拿的是A-high 三倍加注 目的是想要通过B-Luff 这一手牌 Hanks在枪口加一位置 拿到KK 非常强的起手牌 公开加注到1500 JRB在cutoff位置 拿到AK不同色 感觉要出事情了 做了一个三bet 不出意外的话 这把牌 他们很可能要打光了 Hanks的筹码是coverJRB的 20,000 Hanks失败到两万 JRB选择All-in了 Hanks跟住 哇 他们协商发两次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合关的了 第一次发牌 翻牌92 彩虹面 转牌方块3 JRB只有3张A的out WOW 居然发出来了 KK被合杀了 但是我们还有第二次发牌 如果各赢一次的话 双方还可以平凡地去 60勾两张方块 AK卡圈成顺 A圈都是他的out 转牌红桃宫 转牌红桃宫 哇 还需要 a queen 或 an ace 合牌黑桃圈 又合杀了 无语了 只能说 发两次牌都能合杀 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JRB收下抵持 但是感觉他赢得有点不好意思 这手牌 JR在大盲位置拿到攻八不同色 德州布克里很强的一手牌 大家懂得都懂 平更 Kitting 90同色 加住到6600 这个尺度有点大 JR还是选择call一下 翻牌 八七圈 两张草花 JR击中一对八 过牌 Kitting听两头顺 下住一万 大概三文之二地尺 JR跟住 转牌方块三 JR继续过牌 Kitting顺子 还没听到 三万四的底尺 他是打了三万五 这是一个overbet JR是排面第二大的队子 他想了一下call了 他不太相信Kitting的下注 JR是一张红桃钩 JR过牌 Kitting这边是做了一个all in 这是相当于三倍多底尺的一个all in 现在把难题抛给JR 这手牌里JR是一直都是被动的那个玩家 和第一手牌很像 连续过牌三条街 Flop turn都是被动的check call Kitting在这手牌中呢 Flop打了三文之二 Turn打了一个底尺 Weaver是直接all in三倍底尺 非常凶 这和他在第一手牌的行动不一样 Kitting在第一手牌的下注尺度都是偏常规 和牌偏小的 他把bluff打了像value 但是这手牌呢 Kitting的下注尺度偏重 Kitting也知道JR是一个很聪明的会思考的牌手 如果bluff的时候尺度小 要value的时候就尺度大 那也显得有点太不职业了 所以感觉JR这里会对Kitting有很多不信任在里面 合牌的一张红桃勾 JR的牌力是增强为两队 Kitting knows that he's a smart man 对上Kitting范围里的一些圈差一队 十勾九勾这样的结构牌 还有九九十十等等都是领先的 但是这张勾也意味着对手有顺子的可能 同时他手里拿的是九勾十勾的几率也小 JR放过来 然后在结构中 但现在他在三个X的全面 JR想了很久 非常纠结 他跟住了 JR跟住了 非常纠结 但是最后还是跟住了 恭喜Kitting收下一个大POT 之前支付的也都收回来了 好